音樂 接下來我們是第二個強度的 動作訓練 我們上次有教過說 做深蹲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強度稍微拉高一點點 然後雙腳一樣站的寬度是比肩膀寬一點點的 等一下我們第一個強度 是不是只有做一個蹲的動作對不對 接下來的強度高的時候 我們會加上一點衝擊性的 然後加上一點跳躍的動作 就是一樣的動作模式 臀部往後退 往上跳 下來的時候要順勢的彎曲 你的膝蓋 要回到我們剛剛深蹲的一個姿勢 對 維持你的呼吸吐氣 往上跳 這可以增加你的大腿的一個強度 還有一些你的下肢的爆發力動作 好這個動作一樣你可以做20次或是20秒時間 好第二個強度比較強的一個動作訓練 那我們上次是棒式的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會調整一下棒式的一個強度 那一樣等一下到地板上 手肘一樣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雙腳打直 我們本來是這個第一個強度做支撐而已 對不對 然後增加強度 我們加上一點雙腳往外打開的動作 好這個動作記得把臀部呢 不要往上提高太多 保持你的核心穩定 你腰不要掉下來 第三個強度比較高的 弓箭部的動作 那我們上次只有做一個穩定的 做弓箭部的動作對不對 好接下來強度高一點 我們會直接做交換腳 然後加上一些跳躍的動作 然後一樣喔 姿勢這樣維持 膝蓋跟腳尖方向是一樣的 腳記得膝蓋不要往前推 好一樣可以做20次或20秒的時間 接下來第四個動作 回到上肢的肌力訓練 跟核心的控制穩定訓練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到地板上 雙手一樣超過肩膀的寬度 那強度高的時候 你雙腳可以稍微微微打開 好然後做一個扶椅挺身之後 再加摸肩的動作 這個就是直吸的動作 手肘一樣在胸口的兩側的位置 好第五個強度比較高的 我們做喬式的動作 等一下我們做躺姿的動作 好 那我們簡單的那時候 我們做雙腳踩地嘛對不對 做臀部往上帶動的動作 好接下來呢強度高一點 你可以把你的單腳呢 稍微抬起來 一樣記得是臀部的發力 得維持你的呼吸 腳尖跟膝蓋的方向是一樣的喔 好上面的腳你可以稍微稍微穩定一點 好接下來是第六個動作 側向的弓箭步的動作 那上次我們有做到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收腳的動作 這是簡單的喔 那我們強度拉高 就會加上一點平衡的控制跟衝擊的動作 所以等一下一樣側向過去之後 把你的單腳抬起來 一樣喔 把你的大腿抬起來之後 維持身體穩定 臀部往後退 背部打直 膝蓋跟腳尖方向一樣 抬起來 來 好 接下來第七個動作囉 我們要做 蚌式的側蚌轉身的動作 加上身體的扭轉 那我們會做強度比較高的 那等一下呢 在地板上 雙手一樣 手肘在肩膀正下方喔 我們上次是做跪膝的喔 這次強度高的 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直接直吸 手往上 往下的時候 你可以先選擇落地 或者是強度高一點 你可以穿進來 這裡打直 不要落地 連續 連續做這個動作 記得身體要翻下來到磅式的位置 好 最後一個動作囉 第八個動作喔 那我們待會 會做登山式的動作 那當然會有一個加強版 那我們一樣到地板上 雙手一樣踩寬的 寬的姿勢動作 然後呢 雙腳打直 你可以先選擇直吸的 膝蓋靠近手肘的位置 一樣保持身體的體現 或者是再加強一點 或者是往下 完全滿意 準備好 2 1 2 2 2 3 2 4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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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給我們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 太棒了 - 好慘好慘 - 這一階段是進階版 - 是 進階版 - 比剛剛上一集的初階版真的是心跳跟流汗的程度真的是加倍 - 真的加倍 - 數字不錯 非常好看 - 這樣子一連看下來說真的 - 每個動作做20秒或20下 - 真的真的你能夠達成的話 - 是不是就是非常 - 對 很棒的一個 - 非常棒了 - 好那希望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 我們一起動起來好不好 - 所以並不難 - 那沒有說一定要平常有上健身房的人才做得到 - 是 - 每一位朋友只要你能夠願意動一動都可以做得很好 - 沒錯 - 不過我還是必須要提醒大家 - 在做任何的運動 - 我還是覺得必須要有專業的教練在指導 - 因為像剛剛這個八的動作 - 包括深蹲、弓箭步 - 我覺得膝蓋的彎度 - 還有你在撐的時候手肘還有肩膀 - 我覺得這些確實是還是需要專業的教練在旁邊來叮嚀 - 提點點告訴你說你知識不對 - 有時候知識不對就容易受傷 - 對沒錯 - 所以我還是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 我們還是請專業的教練 - 我們歡迎有很多很優秀的專業教練 - 可以在旁邊指導你正確的知識 - 只要你的知識對了正確了 - 做任何動作就不會容易受傷 - 沒錯 - 而且才會達到真正的訓練效果啦 - 好啦 - 今年的春節特別節目呢 - 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的羅志偉教練 - 用他最專業的訓練方法 - 提供給所有的大小朋友 - 老中輕 - 不分族群 - 不分年齡 - 不分性別 - 通通可以 - 只要你願意一起運動 - 都可以讓我們達到身心理舒察 - 是 - 那希望大家多多看我們的節目囉 - 那有需要的話 - 可以來找我們的羅教練啦 - 謝謝教練 - 謝謝 - 辛苦囉 - 辛苦了 - 新年快樂 - 新年快樂